主持人林博熙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张与陈秀珠的聚会照 林博熙留言称 又见珠姐了 一周内见了两次 曝光的近照中 林博熙与陈秀珠现身餐厅喝茶 陈秀珠穿了一件路肩上衣 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 披散在肩膀上 打扮大方得体 她的心情很不错 对着镜头露出淡淡的笑容 一件六十多岁的她 皮肤白皙紧致 身材略有发福 但不臃肿 整个人保养得意 气质出众 一点不输陈美琪 甜妞等同龄女星 两人感情似乎很好 不仅一周约两次 每一次合影都紧紧地靠在一块 差点让人以为 他们是情侣 讲真的 虽然林薄熙比陈秀珠小十几岁 但看她对陈秀珠崇拜的模样 两人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处于单身的状态 又过了没多久 也就是在2021年的7月 陈秀珠在接受采访时 自曝自己早在中学时 就已经订婚 在谈及独自一人 抚养大儿子长大成人时 更是不忍心酸落泪 陈秀珠在回忆其他中学时的青涩恋爱 还自爆 自己是因为南方太帅气 主动追求的对方 但因为自己的原因 辜负了对方 感到愧疚 在谈及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 他表示很后悔 自己因为工作 未能很好地陪伴儿子 而过早地让儿子去留学 当主持人问到 与儿子的关系时 他更是极度哽咽到 说不出话来 声称以前儿子在身边的时候 感情是很好的 南凯道 其实单身要抚养孩子 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如今儿子已经20多岁了 被尊问到自己的父亲时 陈秀珠也只是回答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可以照顾自己 也没有必要知道了 所以迄今为止 孩子的生父依然还是个谜 他甚至连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没有告诉 主持人在采访陈秀珠的 感情过程中 陈秀珠直言道 感情的事情有时候很复杂 想想就觉得够了 现在儿子已经长大 自己也十分享受单身的状态 据悉 陈秀珠情路十分坎坷 41岁时未婚生子 如今已经独自抚养孩子 20多年了 2021年年底 陈秀珠更新了 个人社交账号的动态 曝光了自己的近况 罕见露面的陈秀珠 穿着一身黑色运动装出镜 头戴棒球帽 打扮休闲但难掩气质 已经60多岁的他 无论皮肤还是身材 都保养得意 精神异议状态大好 这段时间 陈秀珠重新活跃在社交网上 时不时分享在户外跑步的照片 原来他悄悄加入了周润发的跑步队 跟着一众圈中艺人 做运动锻炼身体 难怪状态那么好 不过这次出来做运动 他似乎没跟发哥一起 反而与22岁的儿子一起爬山 母子俩一共走了14公里 比之前快了一个小时 一点都不喘气 进步了不少 为了保护爱子的隐私 他只晒出了自己的照片 没有曝光儿子的正面照 实在有点可惜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陈秀珠其实是一名单亲妈妈 当初她是在没结婚的情况下 生下这个儿子的 所以陈秀珠一人抚养儿子长大 相当不易 2021年11月9日 陈秀珠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组近照 并配文称 哈哈 终于可以跟三位超巨男神合照 太甜了 陈秀珠口中的三大男神 分别是周润发 黄日华 以及卢海鹏 三人经常结伴爬山 不知道陈秀珠是爬山时偶遇他们的 还是加入了他们的跑步队呢 曝光的照片中 陈秀珠穿着白色长袖衫出镜 外搭黑色背心 当时已经63岁的她 完全看不出年过60的痕迹 岁月对她还是很眷顾的 她的皮肤仍紧致有光泽 气质很是出众 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另一半 实在太可惜了 一旁的周润发 周润发穿着一身黑色欲动妆 脸上戴着大当的墨镜 打扮心味十足 照片中 周润发已经头发花白 皱纹横生 但脸色红润 精神奕奕 显然是常年运动的功劳 周润发和陈秀珠都曾是TVB旗下艺人 年轻时 外形出众的他们 颇受电视台力捧 先后合作过多部电视剧 在武侠剧《笑傲江湖》里面 周润发扮演令狐冲 陈秀珠扮演任盈盈 两人精彩的对手戏 让人印象难忘 时隔多年后重剧 立马勾起了网友们的回忆 黄日华跟陈秀珠也演过好几次情侣 而且是从年轻年到老 前几年他们才演过《夫妻》 但很少有大团圆结局的 昔日荧幕情侣多年后喊同框 两人均笑容满面 心情大好 看得出来私下关系很不错 2020年 妻子梁洁华去世 让黄日华伤心不已 久久走不出阴霾 幸好身边亲人和好友 对他不离不弃 令他逐渐走出丧气之痛 这大半年来 除了爬山 他还经常参加聚会 此前 他跟观宝会因频繁约饭 而传出了绯闻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观宝会虽然否认了绯闻 但他的言语间 难掩对黄日华的欣赏 还说将来的事情谁都不知道 对此 黄日华没有给予回应 反而是女儿黄芷晴 站出来待为澄清 他说老爸仍思念妈妈 每月坚持拜祭妈妈 是不会找新欢的 看来黄日华对爱情 已没有了憧憬 未来极有可能 一直单身下去 就在陈秀珠出游爬山的 不久之前 他在七社交平台上 宣布离朝的消息 在陈秀珠宣布之后 喜欢他的粉丝 都感到非常可惜 以及不舍 在很多剧集中 陈秀珠都是饰演 妈妈类的角色 所以一直以来 陈秀珠还有着 TVB御用妈妈的称号 虽然在剧集中 陈秀珠大多是 饰演这一类角色 但其实在陈秀珠 年轻的时候 她也是一个大美女 同时她还是 八十年代TVB的 当家化单 所以由此也可以看出 陈秀珠为TVB 已经效力了许多年 足足有四十多年了 陈秀珠可以说是 把所有的青春 都奉献给了TVB 至于陈秀珠的 离朝原因 据悉是因为要照顾 她身在加拿大的 儿子陈迪嘉 陈迪嘉已经22岁了 也就意味着 陈秀珠当了 22年的单亲妈妈 在她的精心培养下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相当优秀 同时对于离朝 陈秀珠就觉得 这也是尝试 新方式生活的一种 陈秀珠在社交平台写道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 而我可以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做着同一样工作 毋庸置疑的当然是喜欢她 带给我的十杯十喜 十情十语的心情 相信也是时候 停一停 歇一歇 再放眼看看 是否有更远更新的事情 可以做吧 虽说陈秀珠离开了 目前的工作 但这对于她来说 并不是终结 她表示地球是圆的 离开目前也只是告别 而不是终结 在离朝后的日子里 陈秀珠会选择另一种 生活方式展开新的生活 不过的确在目前 看不到陈秀珠的 精彩表现了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而2021年播出的剧集 《一笑杜凡街》 也成为了陈秀珠的告别作 不过陈秀珠这一次的离开 相信其实在她心里 还是有些不舍的 毕竟在TVB 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 她与TVB之间的感情 相信是很深厚的 与此同时 陈秀珠也是感谢 一直以来观众们 对自己的支持 是大家这么多年来的陪伴 以及爱 而成就了如今的陈秀珠 回顾陈秀珠的演艺生涯 她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前半生 都奉献给了演艺事业 当年的她 如很多TVB女艺人一样 是通过参选 香港小姐选举比赛之后 进入TVB的 不过当时的她三甲不入 却因为长相漂亮 而很快地成为了TVB的当家化弹 早些年的《射雕英雄传》 《风神榜》 《珠光宝气》 《笑傲江湖》等等剧集 都是陈秀珠非常经典的作品 而近年来 在剧集《爱我请留言》 《一笑傲饭间》等等中 也有陈秀珠的精彩表现 一直以来 陈秀珠的观众员 都是相当不错的 同时演技也是备受着大家肯定 2021年宣布 陈秀珠的陈秀珠 相信对于很多喜欢她的观众们来说 是很舍不得的 不过对于陈秀珠的这个决定 大家也选择尊重她 最后 在这里也是希望陈秀珠在离朝后 可以开始新的方式去生活 同时也相信陈秀珠留下的作品 可以带给大家欢乐 虽然现在不会在目前看到陈秀珠的表现了 但大家也可以留意陈秀珠的动态 相信她在日后 会在上面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的 祝愿陈秀珠今后生活幸福美满 身体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